欢迎大家收看每日财经点评,我是Mik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上周澳洲股市的正常情况 澳洲股市在上周五因为澳洲高等法院意外的宣布 澳洲副总理因为具有新西兰和澳洲双重国际 而无法继续担任国会议员 所以导致澳洲股市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大幅的下挫 虽然在下午时间内澳洲股市极力反弹 但是最终依然下跌,收盘是下跌了0.2% 勉强保持在5900点以上 那中国A股在上周五继续保持稳定向上 周五的时候再一次上涨了0.26% 这样来的话也达到了3416点的高度 在欧洲方面,欧洲股市依然也是普遍保持上涨 平均涨幅约为0.4% 那么美股也同样在上周五继续保持了涨幅 其中纳斯达克是大涨了2.2% 达到了创纪录的6700点 其主要原因就是来自于 苹果正式开始预售它苹果的第十代手机 同时到琼斯指数也是再一次爬上了 23400点的高度 其他方面,比特币在上周五的晚上的时候 冲上了6000美元大关 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 另外美元继续走低 非美货币是节节败退 在目前来看呢,其他方面 铁矿石价格依然是在450人民币一吨的价格 同时呢,黄金则回到了关键价格1270以上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热门话题中 我们跟大家着重讨论一下的呢 就是现在澳洲本地市场里面一个著名的话题 就是呢,德韵奶粉 整整经过了三年的挣扎 最终依然是逃不过退市的命运 在上周五晚上,上周五的时候呢 这个除了我们之前说到的澳洲的副总理啊 被宣布不具有担任国会议员的资格以外 另外一个啊,澳洲本地金融市场的重要事件呢 就是这个德韵奶粉 那么在这之前的话呢 是充斥了各种消息呢 传说像猛牛啊,伊利啊,恒天然啊 都想收购德韵奶粉 结果在上周五的时候 德韵的母公司也就是麦高 正式宣布呢 他们和加拿大的一家乳制品企业呢 签约 以13.1亿澳元的价格 正式的卖了自己啊 那么至此呢 经过整整三年的上市 德韵奶粉最终 目前是逃不过呢 被收购的命运 而且之后还会退市啊 有关这次收购 我跟大家说几个重点 对于咱们在澳洲的华人听众朋友们来说呢 比较有兴趣 第一 这次收购最后没有卖给中国的猛牛或者是伊利 但是据我所知 猛牛和伊利出的价格是高于加拿大的 那么这也说明呢 中国企业在澳洲收购本地著名企业或多或少 还是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 并不是资金就可以说了算 第二 虽然在本次收购中价格是13.1亿澳元 分到美股上呢大约有1.1甚至于有1.15澳元的价值 但是 我们要说的是但是 大部分的投资者几年前以2澳元甚至于2块钱甚至于更高价格进场的 如今并不会收到1块1毛5 为什么原因呢 这一次加拿大如果一旦得到股东同意之后 他们将会支付呢 1块1甚至1块1毛5中间仅仅只有7毛5分钱给股东 那剩下的4毛钱4毛5分钱怎么办呢 这剩下的钱将会呢处理公司日常的运营 包括支付债务 偿还给奶奶浓们的之前的补偿金 以及现在正在打的官司等等 这七七八八的费用全部消耗完之后剩下多少钱 大家再来分过 所以说如果你想梦想的这次通过收购能够回到这三年前2块多钱买入的价格 那是完全不可能了 甚至于连现在的1块钱澳币市场都给予了否定的答案 根据今天最新的成交价 目前市场报价呢 仅仅只有0.79澳元 也就是说市场预计在收到了7毛5分钱之后 剩下呢仅仅只有4分钱 所以说对于大部分散户来说 这一次的收购对他们毫无意义 因为呢他们一原本着啊 等了两三年希望未来可以解套 但是现在呢收购之后将会退市 这样的消息已经发布 毫无疑问的是对于中小投资者来说 那是相当于是一个晴天霹雳 也就是说未来一点翻盘的机会都没有了啊 所以说投资者目前有两个选择 第一可以等待企业完全退市之后 收到7毛5分钱的这个每一股的偿还金 加上未来的补偿 但是第一你不知道会有多少时间解决 第二你也不知道赔偿金将会所剩多少 那另一种方法呢 就是在趁他退市之前任何一个时期 价格呢尽量以高一点的价格抛出手 那么这个呢就是对于德育奶粉的最终的结局 虽然我在两年前的时候跟大家节目里分析到过 澳洲奶粉股几大不同 其中德育奶粉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其股东结构的问题 奶能的利益是要提高奶价收购的价格 而公司的价格则需要压低收购价以节约成本 这两者根本性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 不可调和矛盾 除非是通过收购来改变股东结构 但是呢我只看到了初一没有预料到吃十五 虽然现在收购了德育奶粉改变了股东结构 但是新的东家他不愿意再和投资者完了 这次呢干干脆脆的直接退市了座 所以很大程度上来说 咱们在散户的投资者购买的德运并非是他的股票 而仅仅是他的这个财务投资 你连投票权都没有 人家说提你就提你 一点话语权都没有 以后像这一类信托财务投资 咱们一定要胜之又深 说完了德运再来看一下目前澳洲的股市 我们知道澳洲200目前重新爬上了598点大关 目前距离全年最高大约是5980点 仅仅只有一步之遥 而且现在距离我们说的圣诞交易时期 也就是西方国家里面全年最好的交易时期 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 有很大希望澳洲股市最终能够冲上5980点 重新回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价格 我要跟大家说一句的是 澳洲股市作为发达国家里面表现最差的股市 没有之一 它就是最差 那么我们知道呢 差身垫底的话呢 它只要稍稍努力成绩就可以看出明显的进步 所以我们可以从图表上看到 澳洲股市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面 从今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到现在 始终就冲不上这个六千点的红件 如果今年最终能够冲上六千点 那么我们可以期望它未来呢 重新能够回到大约是六千七百点的历史最高价 距离现在还有整整百分之十 那么依照我们之前的原则 判断原则 一旦澳洲股市冲上了这个六千点大关 将很有可能至少有百分之十的上涨余地 也就刚好是在历史最高的六千六百至六千七百点附近 所以投资者们 我们现在可以重点关注澳洲股市 作为发达国家里面表现最差的股市 相信呢 它有更大的潜力 值得我们去观察 那么感谢您收看 今天GoMarkets每日曾经点评 今天晚上并没有一些重大消息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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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观看